据法新社和塔斯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31日签署命令 批准了一项新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战略 旨在削弱西方的霸权地位 并确定中国和印度是未来的战略伙伴 报道称 俄罗斯在克里姆林宫网站上 公布了这份长达42页的文件 文件称 俄罗斯的目标是为任何国家 摒弃新殖民主义和霸权目标创造条件 普京赛安全会议上公布这份文件时说 由于世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俄罗斯在全球舞台上的战略有必要更新 报道称 俄罗斯新版外交构想中明确提到 莫斯科计划进一步夯实与北京的战略合作 文件中写道 俄罗斯致力于进一步夯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优先关注发展各领域互利合作 互帮互助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协调 文件指出 全面深化与欧亚大陆上 友好且拥有主权的全球性实力 及发展中心之间的往来与协同 这些中心对未来的国际秩序和全球问题 都持有与俄相近的立场 这样做对俄联邦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 和主要任务的完成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另据德新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31日 签署了一份新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文件 该文件认为 美国是俄罗斯面临的最大威胁 报道声 这份文件称 西方集体奉行 咄咄逼人的反谋政策 美国是这一政策的主要煽动者 组织者和执行者 该文件称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应当反映出 美国是俄罗斯安全 国际和平 以及人类均衡 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封建来源 报道还称 该文件要求废除美国和其他不友好国家依旧存在的霸权地位 他抱怨西方国家存在恐恶症 呼吁欧洲摆脱美国的影响变得更加独立 另据法新社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普京总统批准的新外交构想认为 西方对莫斯科构成了生存威胁 报道称 拉夫罗夫说 我们注意到 在不友好国家的行动推动下 我国的安全和发展面临生存威胁 这位外长还说 西方试图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削弱俄多斯 这种政策被定性为一种新型混合战争